等厅堂中空无一人后,韩丽缓缓闭上双目,轻叹了一口气,似乎心境也有些烦乱的样子。 他就在厅堂中足足做了一刻钟,再次睁开了双目,目光变得一片淡然,似乎心境恢复如初。 他忽然单手一拍腰间,顿时身前一片荧光闪动,人形傀儡诡异地浮现而出,就站在面前动也不动一下。 韩丽打量了人形傀儡一眼,神念一动之下,人形傀儡面容上突然浮现出一层荧光来。 原本中年人的五官一阵模糊,等荧光下再次清晰起来后,竟然变成了和韩丽一般无二的面容,仿佛就是韩丽自己一般。 而几乎与此同时,此人形傀儡身子一颤,竟无声息地拔高了数寸,身材竟也和韩丽变得一般无二。 韩丽重新望了傀儡几眼,满意地点了点头,冲他挥了挥手。 人形傀儡当即面无表情地身形一晃,就在荧光中消失了,竟无法看出他隐匿到了何处。 韩丽再低头想了想,站起身来大步出了厅堂,直奔洞府的密室中而去,但半路上他丝毫征兆地没有忽然开口。 我那第二原因,在顶中还算老实吧,没有给道友添什么乱子吧? 嘿嘿,一是区区中气原因,没有躯体,又能给老夫添什么乱子。 只是又多出来一个家伙,顶中可稍微有些挤了。 从袍袖中传来童子老气横丘的声音,韩丽竟不知何时将徐天鼎放置在了袖中。 天蓝道友先忍耐一耳,我这就将第二原因重新同化回来,将它收回。 到时候,道友自然就没有这些烦恼,而此事一了,我就护道友精力划行了一些,好素体幻化人形,道友没有什么意见吗? 寒道友心中还记得此事,老夫怎会有其他意见呢? 天蓝圣兽一听寒丽此语,大喜说道。 寒丽淡淡一笑,不再和天蓝圣兽说些什么,人就已经一闪进入了密室之中,身后石门无声无息地关闭。 寒丽缓步走到了密室中间位置,二话不说,袍袖一抖,一团清光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后,就化为了一只青色小鼎,悬浮在身前。 顶上清光一闪,童子模糊身影飘复而出,笑嘻嘻地盘坐在顶盖枝上,一副准备看好戏的样子。 寒丽神色不变,对童子视若无睹,却单手一拍除无带,顿时多出了一叠震旗出来。 手一扬,时机感震旗一闪即逝飞向密室四周,随即一层淡黄色的光幕,若隐若现地浮现而出,将密室包裹了起来。 寒丽则木然两手一瞎掘,对着身前须天顶轻轻一指点,嗖的一声顶盖击射而出,飞到了高空之中。 那童子却先机得很,早一晃就飞到了一边,笑容不便注视着小顶,顶中传出了轰隆隆的污名声,并没有任何异常发生。 寒丽脸色一沉,口中咒语传出,一道法觉打在了顶上,顿时须天顶微微一颤,一团轻蒙蒙的东西从顶中缓缓升起,半尺来尝被无数青丝包裹的密密麻麻,仿佛轻简般的存在。 破! 寒丽口中一声嘀吼,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包裹成一团的青丝,顿时一根一根的寸寸断裂,转眼间化为点点荧光,消失在虚空。 第二原因,黑绿色的身影马上呈现而出,只是这时的他,双目紧闭,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似乎昏迷未醒。 寒丽见此情景双目一迷,毫不犹豫地单手虚空一抓, 树根银灿灿的细针顿时浮现在手指尖,冷冷地瞅了空中的圆鹰一眼,就手腕一抖。 十几根银丝一闪即逝地消失不见,原本昏迷不醒的圆鹰突然间周身黑光一闪,竟诡异地在原地一晃,失去了踪影。 银丝自然一下扎在了虚空处,纷纷落空,寒丽却不惊慌,反而是嘴角带起一丝冷笑,冲虚空顶一点。 密室的一角,木然射出一捧青丝来,只见青光大放间,就将下方虚空处都照在了旗下,一声闷哼传来,在青色闪动中,那黑绿色的圆鹰再次浮现而出。 只是这时的它,四肢脖梗均都被青丝缠得结结实实,再无法动弹分好。 而这时,那几根落空的银丝在远处一个盘旋,飞射而回。 转眼间就没入了圆鹰身体各处,让圆鹰身体一颤。 浑身法力就失去了控制,无法调动,第二圆鹰小脸顿时呈现出绝望之色。 你不要心存侥幸之心,你的一切心机都是复制当初的我,我又怎么可能给你可乘之计,我又不打算抹杀你的存在,只是再次将你我同化,何必再苦苦抵抗。 为什么不会是抹杀我的存在?没有了自我意识,还是我吗?和从这世间消失有什么区别? 这话说起来是不假,但你原本就是我的第二圆鹰,根本就不该有自主神识。 我抹去你的自主神识,你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要怪,就怪你原本就不该存在。 韩丽眉梢一动,冷冷说道,当即不再说什么废话,两手一掐绝,捆树着第二圆鹰的青丝,一下灵光大放,第二圆鹰只觉得两眼一黑,就真正的昏迷过去。 韩丽这才神色一松,但似乎想起了什么,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童子,童子倒也乖巧,一见韩丽冷冷望来,当即一言不发,身形一晃,身躯就自行溃散不见。 韩丽点了点头,冲空中顶盖一指,此物立刻坠落而下,须天顶通体青光一闪,重新合上。 韩丽几乎与此同时一张口,一股青霞飞射而出,一下将小顶卷入其中,然后此顶在霞光中迅速缩小,几个闪动下就被他吸入了腹中。 韩丽轻吐了一口气,这才盘膝坐下,同时冲远处的第二元鹰看似随意地单手一抓,一股巨大吸力凭空产生,一下将元鹰吸了过来,而此元鹰一顿就悬浮在了韩丽身前数丈远的地方。 韩丽仔细地用神念探查了一遍墨绿色元鹰的情况,确定对方神识真的远训自己,这才放心双目一臂,一拍自己的天灵盖。 顿时韩丽头顶处青光闪动,一只数寸大小的青蒙蒙元鹰无声无息地浮现而出。 此元鹰足下踩着青色小顶,双手捧着一只绿色木齿,头顶上盘旋着一颗白蒙蒙的圆珠, 而双眉之间隐约有一团黑气若隐若现,在身体四周更有数十口迷你的金色小剑盘旋不定。 它正是韩丽苦修百余年的主元鹰。 此元鹰脸上无悲无喜,只是淡淡地瞅了一眼身前的第二元鹰,足下小顶青光一闪,就载着其缓缓向对面飞去。 等离黑色元鹰只有持续远,韩丽元鹰停下来,目光一动, 瞅了一眼对面的元鹰身上的青丝,突然白嫩的小足物轻踏了一下小顶。 顿时小顶嗡鸣一声,第二元鹰身上青丝一闪消失不见,只留下墨绿色元鹰悬浮在了空中。 然后就见足下的徐天鼎渐渐变大,韩丽元鹰竟从容地盘坐在其上, 然后将手中绿齿往空中一抛,两手掐绝之下,一阵低不可闻的咒语声传出。 韩丽元鹰身上青光大放,双目紧紧闭上,但是眉宇间, 那一团黑气却是滴溜溜一转,竟凝聚成形, 幻化成一只乌黑的第三只眼睛闪闪发光,散发着妖艺的光芒, 并略微一转下,死死地凝望着对面的第二元鹰不再挪移一下。 而就在这时,韩丽元鹰忽然口中咒语声一停, 眉宇间的第三只眼睛黑光一闪,一下喷出一片黑色光下, 正好积在了元鹰的身上。 顿时,黑绿色的元鹰身体一阵,竟然张开了双目, 但瞳孔中一片茫然,仿佛神志不清的样子。 而就在此时,韩丽紧闭的双目也同样地睁开了眼睛, 瞳孔中金光一闪,从双目中同时射出两道青色光柱, 竟直接射入对面元鹰的目中, 仿佛强行要将什么东西灌住第二元鹰的体内一半。 而第二元鹰四肢无力地下垂,但身躯偏偏轻颤个不停, 同时原本木然的脸孔上出现了痛苦异常的表情, 似乎想要大喊。 但却什么都无法出口。 韩丽元鹰则始终面无表情, 只是不停地从目中喷出青色光柱, 对第二元鹰的一切都视若无睹的模样。 半个月后,密室石门自行打开, 韩丽神色如常地走了出来。 门外荧光一闪, 相貌和韩丽一般无二的人形傀儡诡异地浮现在眼前, 韩丽看了此傀儡一眼, 微微一笑,一摸头颅顿时头顶上浮现出了那只墨绿色的圆鹰来。 此圆鹰脸色木然, 但身形一晃, 就化为一道乌光射出, 一下没入人形傀儡的身体中, 不见了踪影。 而片刻后, 傀儡木然的双目忽然长了长, 一下充满了生灵之气, 仿佛成了活人一般。 不错, 果然和我预料的一样, 将第二元鹰用大眼宝经中记载的秘书复其体上, 就可让第二元鹰直接操纵此傀儡, 也无需担心傀儡距离过远, 无法驱使的问题。 看来以后外出只要时间不太长, 倒是可将这第二元鹰和人形傀儡, 一同留在洞府之中。 韩导有如此做, 的确是一种奇妙构想, 但就不怕再出意外, 上第二元鹰重新有了自主元神, 而有这相当于后期的人形傀儡相助, 再像上次一般社会第二元鹰可就千难万难了。 这点不用道友说, 我心里也清楚, 但这一次我会用新仓物的几种后期修士 才能施展的秘书禁止, 事先设在第二元鹰神石上, 并且在人形傀儡身上, 也会动下几个手脚。 除非第二元鹰的神石真的比我主元鹰的神石还要强大, 否则我可以随时让这傀儡瘫痪。 看来韩道友早就细思量此事了, 倒是老夫多虑了。 韩导还是要多谢天兰道友的好意, 下边, 道友是打算在我这子母峰度化形雷结, 还是另寻一处密地, 帮道友度结。 韩丽话题一转, 忽然提起了度结之事。 在子母峰恐怕有些不合适, 毕竟这化形雷结是尽致也无法掩饰住的, 虽然老夫相信道友的神通, 但还是找一处寒有人质的地方就要稳妥一些的。 好, 我见婉儿一面, 就带你另寻他出。 韩丽倒没有刁难, 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然后他出了洞府, 先去骆云宗见了一下南宫晚, 看其修炼的情况到底如何。 一日后, 韩丽无声无息地再一次离开了洛云宗, 盾光一路西去。 五日后, 韩丽出现在一片荒凉之极的黄土荒原上。 这片土地寸草不生, 一眼望去, 双目所及之处, 除了黄土, 全是灰白色的大小石头。 而韩丽更是先将方圆数万里都搜查一遍, 不要说普通的修士, 就连世俗界的凡人都没有一个。 怎么样, 这里是我们西国和花雨国交际处的一片死地, 方圆二三十万里之内皆无人烟。 你在此地多那化形雷洁, 应该安稳得多。 这里的确是个杜绝的好地方, 韩导游先将我本体放出来, 让我好好地打坐冥想三日就可以杜绝了。 没有问题, 韩丽答应得非常痛快, 就见他冲着小鼎, 手指虚空一弹, 喷得一声轻响, 顶盖自行打开, 随即小鼎翻滚过来, 一股青烟倒卷而出, 献出了一只牛手胶身半齿大小的妖兽出来。 此妖兽一飞出青霞, 立即一个打滚, 体型瞬间狂胀, 化为了胀许般高大, 浑身清光闪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